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20日 九宝剑英感谢大卫施华 在本轮西甲联赛 皇家苏斯达2比0战胜爱尔切的比赛中 大卫施华直传注攻九宝剑英破门 帮助皇家苏斯达1比0领先 这是九宝剑英本赛季第五个西甲联赛进球 并因此追凭钱贵士2017-18赛季为18打入5球 同时也成为西甲单赛季进球最多的日本球员 赛后九宝剑英接受了DAZN的采访 采访中他对自己的表现进行总结 并向队友大卫施华表示了感谢 九宝剑英表示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莫能主场赢球了 只有胜利才配得上球迷们对我们的热烈支持 虽然低调但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责任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联赛即将进入休赛期 希望我能趁此期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表现 如果大卫施华如此精妙地传球 我还不能打进的话 回过头再更衣室 他会把我打死吧 因此我要再次向大卫施华致谢 感谢他带领我们赢的胜利 不得不说他才是球队最顶尖的球员 我真的受到了他的很多恩惠 综观全场 他上半场就创造了两次绝佳进球机会 我从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 幸好我抓住了他创造的机会 他传出的球太精妙了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